假扮日誌 帶領件是同志的大小事 歡迎收聽夏日咖啡男友 review版 oh my god 假扮日誌帶領事同志老師我是迪克 我是安迪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復盤 就是一到三集的夏日咖啡男友 沒錯我們真的是有太多的心得 可以跟大家分享了 而且因為之前男生男生配跟 約會把男孩都是台灣的節目 不太好吐槽 所以我們這次可以綜合前兩者的經驗 跟我們的夏日咖啡男友 來做一些系統性的整理 而且像之前boyscation 來太多人了也不好吐槽 你就仔仔一堂 而且是我們的華語圈的朋友 他今天懂我在講什麼 但是夏日咖啡男友裡面還是有一個台灣人 希望他不要偷偷的罵我們 應該說是日本人跟 華人的混血 對所以相信他應該也是聽得懂中文的 而且他好像在台灣也是有在生活的人 對而且他好像有上過女人我最大 為什麼 就他的妝髮的技術好像蠻厲害的 可是我還沒有深入研究他的背景 不過他應該也是在他的妝髮的技術裡面 是有一個特長的 我們先跟大家講講夏日咖啡男友 這是在Netflix上最新的一個男男恋眾節目 沒錯那他的英文就叫the boyfriend 其實我蠻好奇的 就是台灣直接把它叫做夏日咖啡男友 這是不是一個台灣的潮意 是絕對是因為他把夏日咖啡男友這三個元素混合在一起 然後他們咖啡店的那個咖啡車名叫做 Brutiful yeah beautiful you 對他們的主線就是大家要一起去經營一個 賣咖啡的餐車這樣子 那他們當初就有一起想說 欸那我們的這個咖啡車要結合我們一群男同志 對要叫什麼名字 對 但我覺得那個那個秘密的橋段超假的 ChairGPT怎麼可能取這麼漂亮的名字 因為他們最後呢 就是把這個咖啡冷脆的那個英文單字 Brew B-R-E-W 跟漂亮 Beautiful 放在一起 混合在一起 叫Brutiful Brutiful 超假 我想說這不可能是ChairGPT 而且那車已經準備好了 對 他叫Boy Love BL 我心想說這個蠻好的啊 這個超直白的欸 為什麼不叫Boy Love超直接了當 好沒關係 但因為他不喜歡他們就這樣子 好我們先來做這個成員背景的介紹 對 裡面總共有九個人 但是前三集目前只出現八個人 對 然後第一個大家可能最直接先看到的是我們的小黛 然後小黛呢是大學生 是 23歲 22還23 他就是在節目後變23 在生日會活動 然後他剛開始進去的時候 第一個就說很怕大家跟他不熟啊怎麼樣的 然後一開始是個 靦腆的大男孩 好下一個 這是我們的台灣混血 台灣的背景嘛 然後是一個化妝師同時也是一個美髮師 就是有彩妝背景的人 你應該是比較熟悉吧 對啦 就很像Lance啊 對 就很像我當初在錄那個約會版男孩的時候 Lance的角色 是Lance跟你的混合 其實他的氣質也蠻像的 對 然後他人也算好好的 然後硬要留一個小鬍子 你說他幾歲 他目前的年紀是34歲 34歲 好下一個 他是我們的泰憲韓國出生34歲 然後是我們的設計師出生 他是我的大財 他散發著一種對於專業的執著跟堅持 然後有個熟男魅力 對 然後他為人處事上可能有稍微有點苛刻 可是我覺得出社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非常欣賞這種有原則的人 而且他在第二集的時候有展現他苛刻的那一面 有我覺得非常的棒 我覺得很好看 對 對 這個等一下我們再來細數 他那時候一刻刻我就是 對 對 罵啥 你的罵小袋的部分對不對 對對對 好我們再往後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 Ryota亮泰君 亮泰 對 他是模特兼咖啡師 然後他本人是28歲 他長得真的超像日雜裡面會出現的人 對 絕對是日本雜誌會出現的 然後因為身高很高嘛 所以身材又瘦瘦細細的 就會覺得說 哇 看到他人就覺得好日本喔 好喜歡喔 所以我覺得他算是一個很經典的選角 對 對 然後製很多 對 他製很多我覺得很關西 但後來發現他其實是來自 島根 是一個鄉下地區 喔 他們裡面好像很多團圓 都是來自於偏鄉下的地方嗎 對 因為河人是來自星系 就是有點像是在日本的 我記得好像是北方的位置 然後那個 Yusak-san 他是那個 岐附縣 對對對 你看島根超遠的 本州島的西部山陰地方的位置 然後我們的星系縣呢 就是在好像有點靠近 要到我們的北海道那邊去了 沒關係大家自己Google 對 所以剛剛是亮泰 對 咖啡師 對 製很多的日雜裡面的經典日本人 對 然後看起來有點冷漠冷漠的 好他幾歲 他28歲 好下一個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俊了 俊 是來自 好 你先講他的背景 他也是個大學生 他也是個大學生 23歲 23歲 然後不太知道他背景在幹嘛 但就可能是個學生 對 然後在那邊飄 他真的是小雜某 他一集裡面 他可以讓我罵到五次以上的小雜某 因為他剛開頭就說 我對大家都沒有好感 對 然後我覺得我應該不會被選少吧 沒有人會喜歡我吧 永遠散發的負能量 然後後面開始有人喜歡他之後 就開始擺出一些做做做做做女的表情出來 但老實說 我那時候覺得他那些負能量跟我超像 我那時候看的時候覺得 哇好親切喔 他會不會真的以為他不會被選 你知道我剛開始看他的時候 真的覺得很煩躁 就講了一些話 可是後來的時候我真的是 笑出來耶 就很像在看 你知道看康熙來的 看到像徐志祺啊 那種做做做女 楊妹妹楊妹妹 對對對 或是那個韋琳他們 我就是這樣的女生啊 就是被討厭啊 你喜歡我 你知道 揍他 沒有啊 你男朋友就是要跟我一起喔 剛開始的時候就是有點厭惡到後面 他會看出樂趣來就覺得節目一定要有他 所以你一開始蠻討厭我的是不是 因為我跟他負能量蠻像的耶 就是會覺得說不要來煩我 那你什麼時候看我開始覺得好像蠻好笑的 蠻好笑 就是 就是發現你的負能量是還蠻real的時候 反正說你不是做效果 是真的一塌糊塗 因為今天我們去Ibomb要取票的時候 就發生一些很可怕的事情 是因為我們要拿一個獵人的那個實境秀的票 喔對 那個密室逃脫的票 對對對 然後我們要去玩嘛 然後我發現我打獵人都出現不了 然後所以迪克呢 就不知道按Ibomb的哪一個鍵 對 然後按了不知道是語音輸入 他就很大聲的在Ibomb前面喊 獵人 取票 他也怕語音輸入會輸不出來 所以他還很慢的 然後自鎮腔圓 我想說我第一次看到有人 就是取票的時候 在取票機前面喊這麼大聲 我想說 你就是沒有按到那個售票頁面而已 你在那邊喊 他說我喊得怎麼都沒有 而且按臉按兩下 他就出來了 對 我想說真丟臉 我想說我應該是很適合實境秀的人吧 沒有 你第一round就會被Casting的時候就會骰掉 我覺得實境秀就是要有各式各樣的人 你要有精明的 然後有笨的 有勇往直前的 我就是屬於勇往直前的人 勇往直前的笨 好啦 GIN在下一個是什麼 和人 是我們最多人喜歡的 然後也是討論度最高的 我覺得他非常符合台灣人的菜 他也有日本的感覺 然後同時他卻有一個很俐落的人線 所以他的臉是非常好看的那種 他真的非常像GV男優 真的 他很像洪翔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他每次很誠懇的在自我介紹的時候 我都覺得很像洪翔每部片開頭 在做自我介紹的感覺 我覺得Hiro-san 我覺得好可愛喔 真的 然後他到第六個之後 後面就陸續加入新的人 後面有三個 然後到第三集總共是八個人出現 所以我們先介紹一下第七位 第七位出來的是日本知名的GoGo Yusake-san 沒錯 Yusake-san之前 是叫Yusake嗎 還是Yusake 還是我們姑姐叫他Yousake 因為就是他的中文譯名 不然我覺得到時候我們日文發錯 會被我們的聽眾朋友們飛翼 尤萨克先生 尤萨克先生 他之前有來拉克蘭表演過 他本人超高 183公分 然後身材真的是超好 對對對 然後本人真的是也是極度靦腆的那一種 他不會主動跟你講話 對 他會遠遠的在那邊看著你 而且他一登場的時候 現場所有的男同志來賓們 就都說 欸我知道他我知道他 所以他其實在日本的男同志圈 就是享富盛名 少有名氣 就是很多的地區都會邀請他去做演出 沒錯 所以算是國際級的GoGo 沒錯 然後再來第八位呢 是一個看起來很會玩的 然後是巴西義大利的混血 對 叫做Alan Sang 對 然後他是做IT部門的 但身材看起來完全不像IT部門的 跟Hugo很像 就我們台灣的那個男同志的Hugo 有這個感覺 他們會在那邊打辦公室的時候 裡面是一堆肌肉 有可能 好色喔 好啦我們先 先來重新回過頭來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這個八位來賓嘛 對 然後還有一個第九位 但在前三集還沒有出現 所以我們這邊就 不多琢磨了 等到後面有更新的時候 我們再跟大家介紹 對 因為怕對他有太多的刻板印象 可以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分享心得的過程中 你覺得我們應該要照一集一集來 還是要一個一個人來 分析他的優缺點跟吐槽 我們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節目的特色是什麼 好 因為他們這個節目有趣的地方是 他們邀請到了觀察家 喔 這個超像日劇的 這很日本啊 你演一演之後就會有五個藝人 然後坐旁邊 然後切到他們的畫面 就說 怎麼會做這樣的決定 然後會互相討論說 那你會這樣做嗎 你會這樣覺得嗎 他要哭了 他要哭了 之類的 剛開始看的時候其實有點小不耐煩 可是後面就有點習慣 有點覺得他們滿可愛的 對 硬要做反應 然後那個日本變裝皇后 最真實 喔 對對對 因為他們裡面有個觀察員 是日本的 變裝皇后 對對對 但當然他也是以男裝出現啦 可是他的東西非常的精闢 是因為他們很多人都不太懂 男同志的文化 喔 我覺得是這樣子 然後只有他 可以一針見鞋的分享到 男同志真的會這樣想 例如說我們可能在日常生活中 比較難交到朋友 或是說對於雙性戀的看法 對 或是對於交友軟體的使用 有一些日本的女藝人 其實是不曉得 我們使用交友軟體的心態 或是生態 她又覺得說 你為什麼要用交友軟體 你變成那邊很亂嗎 她說 可是我們遇不到其他人 我們又很難在工作中 就覺得好像跟他變成一個情感關係 的確 所以他就會扮演著 就是銜接異性戀 跟同性戀之間的說明員 他非常重要耶 我覺得我覺得是 我覺得如果沒有他的話 這個節目的觀察人 是超不成立的 因為其他四個人沒有什麼皮用 就只有他真的講出一些男同志 想聽的東西 對 然後再來他們有個很特殊的事情是 他們開場的剪接 介紹的時候會帶到後面幾集的畫面 我覺得這也是他們 有可能是特點 但是看得出來是有一點點 做得可以更好的地方 對 因為這會讓他的故事線 稍微有一點亂 對 然後先跟大家講一下他的背景 就是他的這個實境 就要總共拍了一個月 對 那像台灣的話 基本上都是拍五天或六天 六天五夜或七天六夜 對 那他們這個30天 內容就會非常的多 對 那本來大家會覺得說 那這樣的內容會非常的豐富 或者說他的情感性 可以堆砌得非常多 可是實際上在看的時候 大家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他拍30天 然後他其實只有10集 所以他的一集 就要包含三天 對 那一集 只有30分鐘左右 就是扣掉一些情節介紹 或是說明源 真正的劇情可能只有30分鐘 所以他一天的內容只有10分鐘 那10分鐘 還沒辦法分配到所有人身上 所以都跳得非常快 你看一天10分鐘 但是他們有7個來賓 到後面有8個 前面的話是7個 所以一個人就是1分多鐘 對 所以每天的速度是非常之快的 你會發現有幾個你很喜歡的角色 突然就不見了 像是泰憲跟河仁 他們兩個超容易消失的 你有發現嗎 就是如果說沒有特別有他們的故事線 或是說那個故事線不精彩的話 可以很明顯的看出 節目會直接把那一整段剪掉 就沒有他們 對 就會沒有他們在那個畫面裡面 我覺得蠻可怕 就是你基本上你會看不到 你自己喜歡的那一個男孩子 在裡面到底有沒有進行到交友這件事情 對當然看完整集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說 那個時間他們去哪裡 或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但就是你在前面的時候 會要花一點時間去整理他的時間軸 或者他可能想把前三集或前五集 坐在前幾個人 然後後面幾集再到其他人 但我們目前還沒看到前幾集 所以暫時先打一個問號 對對對 目前就是前三集的內容 但當然如果自動把後面的內容 剪在前面介紹有個優點 就是你知道誰是drama queen 的確 就你就立刻知道說 喔小黛看似很腰腆 drama drama就是你 是是是是 或者是像那個時候Alan桑 第八位男孩進來的時候 他一來就告訴他 有哭啊 然後有吵啊 就知道喔這個人 麻煩 然後或者是像是俊 俊一開始就被剪到一些很奇怪的畫面 就覺得說 喔這個人要注意 所以他通過這些剪接 畫面讓你知道說誰有很多的戲 因為有些人特別硬剪出來 是剪不出來的 是是是 像彥琴又剪不出什麼花 彥琴就很像那個 然後大概就是有一些很深的親情故事 對 然後大家的好姐妹 艾瑞瑞 我先不提台灣的人 另外一個他們的重點是 他們一起去經營餐車嘛 他們的餐車的環節 也是一個很有趣的選擇過程 很像是前往戀愛島的那個氛圍 因為每一個人只能選一個 跟他一起去經營餐車 喔對 就假如說今天職日生是小黛 那小黛就會說 那我要選擇和我一起值班的人是誰 對 然後可以重複 所以在這三集裡面 就有一兩個人是連續出去了兩天 超多 超常在上班 對然後有人就是沒有被別人選到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個環節 會讓大家覺得說 好像他們一起在獨處 做了些什麼樣的事情 還有你為什麼要選擇我 對 然後他們還有一個 第一天的環節是 要寫匿名信 你知道就會發現 有人就一次收到了三封 有人就是沒有收到信 但是信喔 他們沒有公布說 誰一口氣收到三封 對 超尷尬 對 你的太憲沒有收到信的 太憲啦 沒關係啦 沒關係 你寫 對我寫 你寫什麼 太憲是我目前說 所有參與來賓裡面有追蹤的人 對 你知道我先追蹤誰嗎 你先追蹤誰 何人 何人也可以啦 我也好喜歡何人 何人現在變肉狀欸 肉狀我就不要 我覺得他變肉狀後 我覺得超可愛超色 然後他的 他有點胸肌 肚子又有點大 他還開YouTube頻道 跟他男朋友 已經是男朋友嗎 好像是男朋友了 退追 封鎖 可是我覺得 何人有一句話講得很中我的心 因為他們在節目上 觀察人說他覺得何人 有點沒有把自己的真正面貌 展現出來 可是我覺得倒不是 他反而是最把真實面貌展現出來的人 他說了一句話 他就說 我對於肌肉的人 可能比較沒有感覺 我比較鍾情於一些就是 可能肌肉還好的人 都馬這樣講 不是我覺得這件事情才真的 原因是因為 像我也會覺得說 我不敢跟肌肉太壯的人 變成情感關係 可是你不會在要談戀愛 折我標準的時候 就講這種話 可是你心底 又會就是你知道 超級迷戀這種肌肉男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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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覺得 你不是嗎 我喜歡的是胸大的人 可是他的意思是 我有小肚子也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那代表說 他已經經歷過了 可能你知道身材的那種追求 然後感覺到身材的焦慮後 決定選擇就是有肚子的人 因為其實以前我也當然覺得說 我喜歡身材很好的人 可是這陣子 像我在打開screw 我就覺得說 有時候有些肚子的啊 或是你知道 肉壯的男生反而越來越性感 然後有一種好色的感覺 這讓我更turned out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其實肉壯的型的男生 反而更值得追求 所以我才想要成為一個肉壯型的男生 這就是百姓的常態 對 百姓的常態 他的意思是 他覺得跟那些健壯的人相處 會沒有自在感 你懂我在說什麼嗎 我懂 你如果一直跟健壯的人 然後兩個人一起去海邊玩 然後要一起跳什麼 Fast Forward 跳什麼Super Girl 什麼的 欸 什麼Girl Super Lady 你就會覺得說 蛤 我怎麼身材線條這麼的不明顯 就會覺得好像抵下去了 了解 然後如果一起拍照的時候 他肌肉超大 然後你一堆肥肉 你會壓力很大嗎 可是如果你跟一些都是肉壯型的人 就覺得說我們是好朋友 我們很接近 有種門當戶對的感覺 了解 所以讓我覺得他這句話超真實的 所以我對何人的分數就很高分 第二名是亮泰 亮泰喔 因為我覺得他就是屬於那種 讓我有安全感的人 可是我覺得亮泰 他有一點隱性的渣男欸 我覺得他用 雖然他剛開始很不期耶 他在跟我們什麼彥晴講一些什麼 第一天的時候啊 什麼一開始就很想跟你工作啊 對 講那些讓人家誤會的話 結果是不是心裡愛俊都不行 而且他還說 我覺得喜歡跟我喜歡的人 就是相處久一點點 對啊 然後跟彥晴相處超久的耶 然後幾乎黏在一起 連三溫暖都一起去耶 我真的要氣死 但總歸來講 我想先問你一個問題 怎樣 假設你在第一天 對 就是你在那個寫信的環節 你都不認識的時候 憑第一印象 你要選安全感夠的人 還是你要選超帥的人 就你超天才的人 因為我覺得是會感覺到 誰是安全感的 我覺得我第一天 呃 或是說看完前三集啦 如果真的要叫我寫信的話 我覺得我只會寫給何人 或是泰憲 那你的選擇基準是什麼 就一定要喜歡啊 但是我覺得泰憲又不錯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會愛何人 因為他他第一天來的時候 然後他在那邊做料理 那個太重了 太讚了 太讚了 那個每個人都對他著迷 那不行 可是基督化沒什麼寫信給他耶 他只是一封而言 就是 我覺得大家會覺得 基於跟我一樣的心態 就是很多人愛他 那我不要寫給他了 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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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不敢寫給何人耶 因為我會覺得說天啊 他一定超多人想要 他一定不會選擇我 嗯 大家想好多喔 所以你會不顧一切選擇 一個你喜歡的人 你敢選嗎 我覺得我覺得和人就是跟他在一起很快樂 談個短期的夏日戀愛 我覺得跟他在一起會快樂到不行 然後可以一起去泡咖啡什麼的 之類的 但如果要在一起的話 我會選太閒 因為我覺得他就是會把這個生活搭理得很好 然後雖然跟他在一起剛開始的時候有點壓力 可是習慣他的生活模式之後 就我覺得很棒 你喜歡挑戰 我覺得他man's playing起來一定很性感 就覺得喔 對對喔 幹好囉嗦 可是又覺得可愛都不行 我的人生已經長成一個很偏風的狀態 好偏風 最好對我說教 然後我覺得耳朵放空 然後看著他那些一直說教的臉 覺得帥氣到不行 因為你喜歡他的堅持 對 我後來會喜歡有一點原則跟做自己的人 我覺得我會選亮泰寫第一個信 然後再選和人 和人是我確保好像大家都對他 就開始放下的時候我就會想要選他 但亮泰是我第一個會獲得安全感的人 但後來發現愛玩都不行 因為我那時候覺得他是醜帥 是不是現在是醜渣 渣男啊 我跟你講我那時候真的覺得 哇他長得很普通耶 他感覺就是 就是 就像我在泰國選瑟蘭師傅的時候 欸你的心態真的是GIN的心態耶 你要選一個就是會好好愛我的人 隨便你到底怎樣的 你很堅持的愛我 所以我在第一集的上半段的時候 我其實蠻懂GIN的心情的 我那時候真的很親切 我覺得說 我跟他是感動深受 他應該是被拒絕很多次什麼的 沒有 超快樂 他超多選擇 我才是那個沒選擇的人 他都被給我叮叮歪歪三小 然後再來是 另外一個很可愛的事情是 他們提到說他們覺得 年紀小的人會吃香在男同志圈裡面 你自己覺得呢 這是觀察員提到的問題 我覺得在社會風情 沒有那麼開放的地方 的確是 我覺得台灣的確也這個樣子 我們有嗎 有台灣以前 我記得大家都會把那種 焦點放在那種二十幾歲啊 然後那種弟弟啊 剛出道的那種的 青春少男啊 然後不管是寫著呢 或是拍的BL劇等等 可是現在的 不管是instagram上面的人啊 或是大家在討論的 好看的人 其實這個年齡層也都越來越廣 台灣來講 對 那我覺得 在日本上面 他們看不太到 年紀太大 或是其他樣太男同志在幹嘛 我懂了 我懂了 對 就你看到年紀大的人大多都在什麼 二丁目三丁目 對 你對親愛的想像 你如果打開instagram 或是打開日本的youtube 都還是看到那些年輕人 對 所以你就覺得跟年輕人相處 感覺容易找到戀愛的火花 而且他們感覺比較容易敢闖敢說 之類的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 他們問到的我很喜歡是 抱著什麼心情上節目 嗯 你上過啊 你抱著什麼心情 我抱著的就是 很久沒有來談戀愛了 然後來看看可不可以在這個 集體的戀愛生活當中 找回一點火花 你真的覺得那在節目上找得到嗎 找得到 我跟你講真的找得到 我覺得所有的實境節目當然有好有壞 或者說可能會有不同的安排 但是我覺得自己參加過一次之後 我真的能保證 就是我目前看到的 不管是整在一堂 不管是男生男生配 約會白男還是我自己參加的 或是夏日咖啡男友 一定都沒有什麼什麼劇本 真的會有那個戀愛感 可是他們都好像回到現實中 都沒有人在一起耶 有沒有在一起 那個是後面的事情啊 但是你會 就噴出那個火花 這個是真實的 因為你想想看喔 你如果認識一個新的人 就是出社會以後 那你要跟他約會 你多久可以約會一次 可能一個禮拜就約會一次 一次多久 一兩個小時 超少 那你只要跟他走在一起 你可能覺得你 你拉了兩三個月很久對不對 但你這兩三個月 你可能實際上約會的時數 可能也就十幾個小時 然後聊天也要多久 對對對或是文字訊息 可是你想想看 大家是鎖在那個地方 你待個三天就會暈船暈到不行了 我跟你說真的 這是真的 可是那換個問法 那你要怎麼樣展現你自己 因為烏薩克桑就有說到說 他覺得你們真的有在節目上展現自己嗎 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對我來講也是個想法 就是我到底在節目上要展現什麼樣的自己 難道我帶人謙和或是稍微體貼一點 就變成很社交或是那不是真正的我嗎 但也許我想這麼做啊 我想這麼做而表現出來的這個想法 難道你就要說我是設計過的 我是不真誠的 或是這不是私下的我嗎 所以你抱著什麼心情準備 然後應該說你抱著什麼樣的自己去上節目 你那時候想要展現什麼樣的面貌給大家看嗎 因為你同時還有個攝像機在那邊耶 多多少少都會被包裝一下吧 剛開始的時候的確會有 可是我覺得就是你當然會覺得說 你不會說像在家裡幹嘛 或是說像在廁所裡面怎樣怎樣怎樣 但是那個本來就只是佔你生活中 可能一天當中一兩小時的時間啊 可是你一天當中其實你更多的時間 比如說七八個小時是在外社交的 但你就要否定那個七八個小時在外社交 那不是真正的自己嗎 可是那個才是反而是你大部分的自己 反而大部分的人對你的印象是這樣子 對啊 因為我在想說要展現自己的時候 如果是我去上司機說的話 我覺得我好像也會 一開始會成為那個很哀的那個人耶 就是因為其實大家 雖然覺得我好像在螢光幕面前 是一個很懂得自嘲的人 很愛笑的人 但其實我回到日常生活中 我蠻內想的 就有時候會不敢去酒居裡面 跟大家聊天談吐 甚至我會一個人在那邊 玩遊戲滑手機的 所以我覺得我好像進去的時候 會有點難以打開耶 我覺得我第一印象 感覺會是這樣子 而且大家要釐清一件事情 就是不是所有人 私底下的那個自己 都是他喜歡的自己 有耶有耶 就大家都說 也許你回家之後就怎樣怎樣 也許你怎樣怎樣 可是那個也許不是我喜歡的自己啊 也許是很多人相處的時候 大家玩在一起 我有人跟我聊天的時候 或是我因為有一個人喜歡我 而我開始變得稍微想要打理自己 或是說多講一些話 或是做一些我平常不敢做的嘗試 那個狀態才是我喜歡的自己 我懂你在說什麼 你不能拿我那種都沒有人關心 沒有人愛 然後一個人宅在家裡的時候 才說去扒開那個時候的我 然後說那個才是你真實的自己 或是那個才是你要的自己 不是啊 也許被愛的人 稍微有點做做的我 才是真實的我啊 就會有點想要那種 大家跟我一起玩 然後我在觸泳下 然後一起快樂的那種感覺 對啊 我覺得那個自己才是 才是自己喜歡的樣子耶 對啊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地方就是 他呈現給你什麼 你就先吸收 或是你就儲存 你不要去做任何的意測 對 因為他就是想要這樣子表現給你 那他能表現給你的東西 就已經是某一部分是他了 對 他不會說什麼 他不會煮飯的時候 還硬要煮飯給你看 那這裝不出來嘛 他也許只是平常不愛煮飯 可是也許他很愛做飯的自己 只是平常 因為沒有人跟他一起生活 所以他不會煮飯 那你不能說你平常不煮飯 那根本就不是你 你好假喔 對也許跟某一個人相處 然後變得愛煮飯 然後跟別人聊料理這件事情 是他真實自己想要成為的樣子 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能這樣子去做什麼 節目上節目下的意測 或是說 你談戀愛的時候就好假喔 什麼之類的 我跟你講跟第二集那個很像 他們第二集不是在講述說什麼 喔 我喜歡你跟我談漏心聲的樣子 什麼的 然後他們就覺得說一定要走進心裡面 講那個內心話 講自己怎麼成為自己的那個過程 才代表說你夠坦白 可是我覺得那不是 那只是因為你先知道了他其實有更多的面貌 所以你覺得你自己變成特別的人 我覺得他們只是想要追求說 喔我成為你的特別的人 是因為你告訴我這件事情 我成為了第一個人 就你只是想要成為一個special的人 所以他才會成為你去判斷說 我跟這個人的關係 到底是近還是遠 好 整個就是我們對於他們前面三集 有帶到的幾個題目的大摘問 我覺得算是有回答出一個 我很喜歡的一個結論 現在我們要一一來探討 他們每一個人幹了些什麼樣的事情 好你第一個來想講誰 我們先講我們最討厭的那個好了 我沒有討厭 但我覺得他很可以討論 前面 討厭喔 有啦 我覺得他有叫最討厭嗎 我覺得就是 最值得討論的組合 就是帶跟俊 對 但我們先講帶 好先講帶 帶是第一個進來的嗎 一開始呈現的感覺就是 腺腺腺的孩子 就是一個22歲但長得像42歲的人 對 他是32歲 對他前面看起來超老陳的耶 他到後面也看起來很老陳 他的身材線條是厲害的 他身材線條也不像年輕人 是嗎 哪有22歲練成那個樣子啊 很多啦 現在年輕小朋友很強好不好 說不太爛 好吧 可是他真的有帶出那個年紀該有的那個玩心 就是他在前面節目看起來都是比較容易主動分享的人 或是會附和的人 例如說看到東西很好吃就說 好吃 很可愛 當然聲音低我很多啦 但整體來講就是一個很願意參與的人 對 他第一集的時候其實有點充當節目裡的內建主持人 跟帶氣氛的人 對 他就問他說那你怎麼想 那你怎麼會來 那你做什麼工作等等的 對 然後他在裡面呢 對剛剛我講的那個小雜貌 就是負能量的俊 是一見鍾情 真的 然後我覺得他在裡面第一個讓我驚呼的是 就覺得 開始覺得這個小男生 不簡單的地方 就是他們去到酒吧 我也是 對 他們那個時候玩了一個猜拳的遊戲 對 他們說猜書的話 那你就要去選現場的一個人 你放心的一個人 告訴他 你現在 喜歡的人是誰 喜歡的人是誰 就是挑一個 你很放心 他不會到處亂講的人 那大部分的人就會挑說 比如說 可能不會跟自己競爭的人啊 對 或是說 懂得傾聽的人 懂得傾聽的人 不會亂講的人 去告訴他說 你真的 喜歡的人是誰這樣子 但是小黛選誰呢 他直接 選 俊 他直接跟他說 我最放心俊 他應該不會跟別人講說 我喜歡誰 然後跑去跟俊講說 我喜歡的就是你 小黛 什麼啊 你在幹嘛 小黛吃了酒衣 做很多事情 之類的 小黛就是那種很會玩的玩咖 對啊 然後你這個時候 鏡頭就會拉到那個俊的臉 然後因為俊 在那個環節以前呢 他就覺得自己 不會被愛 對 然後他也決定說 我不要愛大家 所以他就擺個臭臉 然後他也看到那個訊息之後 整個嘴角抑不住的笑意 整個烈到了太陽穴 我想說 然後媽的賤貨 我想說 小雜貨 他整個一直憋笑都不行 而且我那時候覺得俊超假的 就是我那時候心裡想說 你幹嘛 就是明明當初都說好說 你們都不是我的type的 然後小黛一稱讚覺得說 嗯 他的身材好像蠻好的 因為他跑來去海邊之後 他說哇這個身材很好 然後我跟你說 你知道小黛說什麼嗎 他說哇 太現身材超好的 然後俊 也蠻好的 而且他是那種俊 也蠻好的 也蠻好的 我想說 有一個屁 小黛真的很會講草面話 而且我跟妳講 小黛講的一個 破綻百出的草面話 第一個出現 你知道是什麼嗎 就是第一天他們 咖啡燦車出去的時候 那個彥琴跟兩袋 他們那天的營業額 多少錢 1700 1700日元 也就是台幣大概 除以五 除以五 大概三百六塊 三百塊左右 然後小黛就說 恭喜你們 賺很多 我想說 你在假 覺得還有隔幾 他們出去賣的時候 賣了一萬多塊日元 超瘋 小黛超好笑 我想說你第一天 人家只賣1700日元 然後你還在那邊一直 無限吹捧 而且你有發現小黛其實 是個頑心很重的人嗎 因為他三心二意很明顯 就是看到Usaku要進來 的時候他就說 不要加入我們 真的好辣 受不了 受不了好辣 然後Jim整場臭臉 好看 然後第二個發生的事跡是我們的交友軟體事件 他們本來在一些互動過程當中 我們的Jim跟小黛感情不斷地升溫 當然都沒有講名啦 對 然後在某一個環節是客廳的沙發上 他們相互傾聽 那小黛就有拍了Jim的幾張照片 給他看 對他就把他的手機遞給了Jim說 你覺得這幾張照片哪一張好看 然後Jim滑一滑之後 他按上一頁之後 他就看到了小黛其他的裸照 而且他說是很亞白的裸照 很亞白 就是交友軟體上面要去引誘別人的那種照片 然後是全裸的照片 沒錯 可能就是有漏掉 然後就是展現腹肌線條那種的 對 然後他就 就是我們也很常會拍的那種的 對 然後他就把 他就把手機遞還給小黛之後 就臭臉 非常不開心 不開心 然後小黛好像就發現 發現 然後就跟他說 你是不是很在意這件事情這樣子 然後劇在那邊說什麼 我以前經歷過很多的對象 都是這樣子愛玩的 我覺得 我覺得我又想起以前那些不好的事情 我想說你們現在不是在約會嗎 又不是真的在一起 而且人家單身的時候 做這些事情都沒有錯 然後他就哭了 他就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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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小黛就說 我是不是把我前面累積做的這一切 給搞砸了 然後 俊就 對 他說我想我之後不會再特別跟你聯絡了 然後隔天 隔天 咖啡車 然後俊當咖啡車指示生 可以選擇自己的搭檔 又選小黛 小雜貌 而且他那時候一直在跟亮太講這件事情 就是俊一直跟亮太分享他的心思 然後亮太就覺得說他們好像要 他當然內心抱得起來 就是他們兩個是關係要沒了 就當看到他又選擇小黛的時候 亮太終於垮下了 亮太垮下了 亮太就超不開心 我就想說 俊 你這個小雜貌 而且我跟你講喔 俊 他最瘋的一件事情是 他們值班完的時候 對 他們就看著夕陽 看著夕陽 他就說 他經歷過非常多的事情 然後他知道小黛喜歡他 那他也對小黛有感覺 可是他不曉得 他喜歡小黛的這個感覺 是不是因為小黛喜歡他 對 他覺得是因為別人喜歡我 所以我回去喜歡他就沒有成本或沒有壓力 有些人是因為這種沒有成本的愛 就假裝多多少少愛一點 好像享受那個喜歡的氛圍 對 然後開始欣賞他的好 對 所以他就說 我有點無法釐清我現在的好感 到底從何而來 是不是只是享受你喜歡給我的感覺 那他就說 如果要釐清這種狀況 我想只有一種方法 那就是 結吻 我就想說 我只要超神經 小雜貓 而且他就嘴巴一直抿 然後就跟他說 我想 嗯 結尾應該能夠釐清我現在的感情吧 然後小黛樂不可知 對然後但是 但是臉又要藏住那個表情 然後結果還是沒有給他親 然後最後對 就要離開的時候 那小黛就就假裝要抱一下 然後抱一下就說 那不然來來釐清看看 對不對 然後駿這個時候又在那邊給我 搖整個駕駛 又說 我不能現在清 現在清的話我會更混亂 等要清的時候再跟你說 他就是 他知道小黛知道他不開心 他知道他覺得他快要放掉小黛了 因為他很怕小黛就覺得說 他是個麻煩的人 所以他講這種話 然後就表達 留住這一條線 但他同時也沒有跟亮泰說不 他就是那種拿捏不了距離的人 然後說自己很自在 說自己做自己 就他知道自己是好看的人 你還記得泰仙跟他說什麼嗎 泰仙跟他說什麼 泰仙跟他說 我覺得你有個沒來由的自信 你是不會討厭自己的人 你是不會討厭自己的人 所以你已經準備好被愛了 然後駿就在那邊 嗯 對啊 他一副就說 是啊有什麼錯嗎 我幹嘛討厭自己 但他就發現好像不是很好 他就說 你說話好有邏輯喔 好有深度 知道我回去消化一下 我想說有說好消化的 你有討厭自己嗎 沒有 你有愛你自己嗎 你是不是做自己 那個俊最常講的話就是說 我對我伴侶的理想標準非常之高 很多人都達不到 對 然後我要我的對象非常堅定的愛我 愛你 但我要慢慢想 而且他說喜歡的是純潔的人 心地很純潔很pure的人 所以他覺得如果你拍那種照片就是你很情色 你感覺就是到處圓 但是他又要身材好跟長相好 他又要身材好跟長相好 然後他還說他要年輕 他要年輕 他特別把年輕這個詞抓出來直接屌打 後面那些 你知道三十四歲二十八歲的朋友們 嗯 因為三十四歲太憲啊 嗯 我想說去死 愛 你根本就不是什麼 喔我對自己沒有自信 嗯 你不是那個負面的人 你只是選擇負面而已 你只是看世界方向選擇的負面 你根本就不是真的負面的人 他只是說詞負面來保護自己 對而且他超自私的 有自私嗎 就自我中心 嗯 對 他是以自己為出發去想事情的人 我覺得大家都會以自己為出發去想事情 對啦 這沒有對與錯 嗯 但是當你把它說出來 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因為你說出來可能會默默地傷到別人 就很像是你在交流連上 如果你打劇胖 你好像會有一點點莫名的被 被戳到 嗯 當然你可以用更好的方法說 例如我喜歡 精實的男生 你知道那個 你懂那個感覺嗎 我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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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根本不需要特別把反對這件事情說出來 就是來自於你對於這個世界 或對於他人有沒有那個體貼的心情而已 有沒有那個優秀的感覺 嗯 你沒有 沒關係啦 君跟小代就是什麼鍋配什麼蓋嗎 哈哈哈哈 這麼兇 沒有啦 其實我覺得他們 他們算是也很值得看 沒有你看後面還有第三季還有可怕的事情 也很值得關注 因為當君知道小代有在用叫軟體 然後在傳這種裸照的時候 第八位成員進來了 Alan上 超性感的 然後free hug 然後距離沒有的人 就是對於他人的關係 就是很close 會給你擁抱那一種 因為 然後Alan一來的時候 然後我們的小代就笑到不行 欸 欸 欸 這樣子 對 然後君就剛剛說你認識我 他就說對啊 還不錯熟的朋友 殊不知 大炮友 哈哈哈哈 而且 Alan一來他們就聊說你們怎麼認識的嗎 就有人這樣問 然後小代就說 喔我看到他在IG上很帥 我就密他聊天 那個君 超到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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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因為大家都知道IG其實默默就是一個交友的 或約炮的一個軟體嘛 你可能看到帥哥你就會去私訊他聊天 然後回幾個線東就約出來見面就打炮了 嗯 然後Alan也認識我們的尤薩克先生 對對對 那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在夜場生活 對 所以可能就因此認識了他 然後有一幕就是 他們四個人 哪四個人呢 就是我們的Alan桑 尤薩克先生 還有我們的小代跟君 在我們的蒸汽室裡面 還是烤箱 三溫暖 三溫暖裡面 就是聊得不亦樂乎 就只有君一個人在旁邊 看他們三個人就有說有笑 臉臭到不行 然後我想說 你臉又臭到不行 他硬要跟在小代旁邊 對 然後另外一個事情是 就是Alan桑喜歡大屁股的人 他就直接點名說 誰有大屁股 泰憲有大屁股 他就說泰憲 然後泰憲就說 沒有我很小 我覺得他就是後面的drama queen 對 我非常的期待 那我後來發現一件事情 就中間有一個 有一個吵架 為我們等到泰憲進來的時候再講 好 但是後來他們有一個環節 第三集的時候 他們是可以選擇一個人去指定約會 所以你要把你喜歡的人寫上去 可是如果是合意的 就兩個都喜歡的人才能出去約會 然後最後很順理成章去約會 就是我們的小代跟俊 只有他們配對成功 對 然後他們就去了橫濱約會 然後俊就說 喔 我對那種追求的人來講喔 我都不喜歡 我喜歡的是 就是我們在約會的時候 我們彼此都已經有好感了 舞舞這樣子 就是要舞舞的戀愛 要平等的戀愛 然後又不主動追求 然後又不喜歡別人追你 那你到底想怎樣 我真的不知道欸 然後小代就跟他說 那你覺得我現在幾分 他說 我覺得你應該喜歡我有八分吧 小雜貌 然後小代還覺得 荒謬又要笑出來 他說為什麼你覺得我八分 不是兩分之類的 然後他們去水族館 水族館就是個浪漫的行程啦 日本的約會 對 都要水族館嗎 然後那個倒影 日本約會也要水族館嗎 日本的就是偶像劇約會 都要水族館 真的喔 你知道你可能去看日劇啊 戀愛劇啊 動漫啊 都是在水族館 然後偷看倒影啊 然後好可愛啊 什麼的 後來我們的俊先生呢 就兩個最後在私下聊天的時候 他就突然開始白冷漠嘛 然後小代以為他就是 感覺不開心 或在想事情 結果俊就對節目組 坦白說 他看到了小代不好的一面 我心裡想說 又怎麼了 又怎麼了 不就一個約會 什麼都還沒發生 我都還沒看到 然後開始觀察就 欸欸欸欸欸 沒人知道發生什麼事 第三集就斷在這裡 然後我心想說 第三集就斷在小雜木發脾氣 他每一集發兩個脾氣 所以第三集的時候 他已經發了六七個脾氣了 好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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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難喔 他到底在幹嘛 算了 我們這個小代跟俊 這一組 Drama組合我們先放一邊 但是 我補充一下俊 其實是一個沒有父母的孩子 他被丟在嬰兒性下 生活在兒童之家 所以 他其實不知道什麼叫家族 他不知道什麼是家人 所以他不知道愛的感覺是什麼 他一直在尋求被愛的感覺 他曾經也依賴別人 然後被人家狠狠地拋棄 所以他很受傷 他教過三個愛情故事 這樣子 一個是30歲28歲 跟一個是New Yorker 比較年紀不近 但好像被狠狠地拋棄這樣子 好了沒關係啦 好 再來 再來就我們聊你喜歡的那個 誰誰誰 太憲 因為太憲 其實他的戲分是來自於第二集 是 第二集他們在聊到一些關於說 其實有一點政治立場的討論 你有發現嗎 他們講到疫情期間 大家都不能出門的時候 對 那很多人就會在網路上去 抨擊政府 或是說討論說我們要做什麼事情啊等等的 其實我們台灣也有蠻多人在抨擊政府的 對 那那個時候呢 小代就有講說過說 我們就不要去檢討人家說到底什麼 做怎樣做怎樣 你就做好自己的事嘛 像疫情也是啊 像同志也是啊 像同志也是 對 他就說我們要在乎主流的想法啊 政府也很辛苦啊 或是說我們整個同志 或是說整個主流媒體的想法 就是大家也是這樣子走啊 我們不可能去一直要求什麼的 我覺得他從疫情 講到同志這一段過程 我覺得他有很多的邏輯上的挪移 我覺得疫情那一段我還可以理解 我可以理解 對 因為他的意思是說 就是我們總不能永遠都是 怪政府做得不好 因為政府要管非常多 那泰憲這個時候就跳出來說 我能理解不能一味的就是亂罵 但是如果哪裡做不好的話 大家還是可以提出討論來 看看有怎樣更好的做法 這樣才會變得越來越好 不然我們的社會就會僵固在那邊 他就說成為一灘死水 就一灘死水 因為我們都被框住在框架裡面 沒有人說出這個地方是不好的 是錯誤的 對 然後就是從疫情這個 又挪到了這個同志權益的話題 對 因為他說其實在同志環境裡面 如果我們沒有說出來 沒有人告訴他我們的權益是什麼的話 政府是聽不見我們的聲音的 對 然後小代就說 可是要在乎主流啊 我們其實也可以過好自己的生活就好 我們這樣是不是 如果一直太要求自己的想法 是不是會影響到大家 那這個時候 泰憲跟Alan兩個就有跳出來 就說其實他們不同意這樣的想法 然後就散發者或是言難之間 就是有提到說 因為小代太年輕之類的 而且另外一點是因為我覺得 泰憲講了一個很精準的話就是說 因為我們其實並沒有處境變得好 你覺得你處境變得好是因為你自己變得好 或是你的環境是好的 可是我整體的環境是不好的 他說既得利益者 是不會感受到自己拿到優勢的 我跟你說那句話的時候我雞皮疙瘩 我就心想說講得太好了 對 這才是這個社會 我們目前看到的事情 因為我們是既得利益者 所以我們當然不知道說弱勢的人 現在目前想法是什麼 所以我們更應該請聽弱勢的聲音 然後將平等或者是將優先福利提供給他們 或是弱勢一定要發出自己的聲音 對 因為既得利益者是不會知道 自己拿了什麼不對等的東西 他們不一定是壞人 既得利益者不一定是壞人 對 要先澄清這件事情 對 所以你如果講出你自己需求之後 不是壞人的既得利益者 也許會做重新的分配 對 所以這一個發聲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當然如果既得利益者沒有傾聽聲音 那當然就有可能是變成你心中的壞人 那是可以理解的 是 但是整體來講 你必須要先說出來 大家才知道你到底想要的是什麼 齁 太憲 然後太憲講的時候我就覺得 心動加分 沒錯 心動大加分 因為那個小袋那個臭拽 真的是我已經看他不睡很久了 剛好又是我最愛的太憲罵他 而且真的是小袋真的是呈現一個 我是記得利益者 而且他一整個被你罵到時候不爽 他直接走掉 他就是說我要去上廁所 他根本沒有講 他沒有講 他是直接走掉 他趁著那個Alan在講話都走掉了 是俊找他 對 他說我要去上廁所拿去找他 然後反正他沒有在那邊講一些 有的沒有的話隨便 就講他們的心靈故事 然後他就在說 他覺得Alan就喜歡把事情簡單化 因為Alan的回答其實很舊長 他覺得不想要再讓太憲跟小袋吵架 他就說我覺得其實就是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樣啦 小袋講的也沒有錯 太憲講也沒錯 如果你看事情的方向 假設像我一樣是看愛的話呢 我的事情就充滿了愛啊 好巴西或是義大利人的 刻板印象的講法 可是他其實也默默的就了場 就我覺得他是個渣男 他的外型是個渣男 他的講法是個渣男 他的身為是個渣男 但他就是那種我知道我很渣又怎麼樣 我就是至少他誠實 他誠實 他是個非常誠實 且非常知道自己現在要怎麼表達的人 我其實不會覺得他這種叫渣男 我就會覺得他叫愛玩 但他誠實 他是誠實的愛玩 真正的渣男我覺得是小袋 或者是量態 就是稍微有點不誠實的成分在裡面 或是隱瞞的成分 我才會覺得有渣男的意味在 其實渣應該要跟不誠實掛上等號 他不能跟愛玩掛上等號 沒錯沒錯 就是安迪的每日一字 對 但整體來講艾倫救場之後 就是小袋就覺得說你只是把事情簡單化而已 你並沒有解決事情 你並沒有真的顧忌到主流的想法 因為主流的權力已經被影響了 我心想說誰可以有主流的權力被影響 我現在他媽的就已經沒有人重視我的權力了 我還要可以有主流的權力 沒錯 所以我覺得小袋超瘋 他成為了一種被迫害也沒有置之的人 他就是那種很刻板印象的 以前那種肌肉陽光男同志的既得利益者 跟大家說你們幹嘛一定都要這樣 現在同志不是已經很好了嗎 大家又不會歧視我們 我們幹嘛還要上街頭的那種人 難怪我很討厭他 因為我覺得他超煩的 我就討厭這種話的人 然後跟他說他還整個話 就是上街頭或是說跟人家衝撞說 幹嘛啊同志不是已經很好了嗎 幹嘛硬要結婚 或是幹嘛硬要怎樣 然後過的時候又在那邊大張旗鼓說什麼 我們很棒愛最大 但是每次都是在那邊收歌 坐著講話不腰疼的那種 我們也是買場的罵他 好我現在不准再聊小袋跟俊了 我要把我時間留給我愛的泰憲 其實泰憲就沒了 泰憲 他有一個選擇是他選擇了俊去做營業 那個是前面 但是我跟你講 他應該到第二集之後 他就會已經抱持著一個 OK 都給你們玩 老實就這樣把節目 因為到第三集的時候 是不是會選那個約會的對象 他那個只短短一句 鏡頭晃過去而已 可是那個非常的精準 他就說 我應該只會添我自己跟我自己約會吧 我有聽到 我想說 他一副就是我受夠跟你們這些小朋友 在那邊瞎搞胡搞 他最後選了誰 尤沙克 他知道尤沙克不會選他 但如果選了 反正也是個帥哥 對啊或是說至少年紀相當 社會經驗相當 對 然後我們聊聊艾倫 艾倫雖然只出現在第三集 可是我覺得他給了很強烈的印象 就是懂得社交 依人 他一來就先抱大家 對 然後一直很喜歡享受著 直接告白這件事情 目前還不知道他的情願 對象怎麼發展 但我們就先看下去 再來是比較簡單的是 我們的尤沙克先生 尤沙克先生 尤沙克先生其實蠻可愛的 蠻好笑的 對他很像是 一直被管不能吃東西的小朋友 哈哈 因為他們他們有一個 就是生活的花費的限制 對就一個人大概一天只能花一千塊 對 但是呢 所以加總起來是六千塊 對 但一個人就是只能花一千塊 但我們的尤沙克先生呢 他的雞胸肉 他以前買一天下來就要一千五了 對 所以他 他一包八百是兩千四 他只要吃三包 他一包八百塊是要吃兩千四百塊的雞胸肉 他後來在超市找到了兩包一千五 然後就問他們說 那我這樣可以買嗎 然後那個小袋又在那邊叽叽歪歪 然後最後他就說 啊沒關係沒關係 那我找到 我已經找到特價特價的肉品了 八百五十塊 然後他很開心 在那邊舞動這樣子 對 而且他其實把雞肉拿在手上 然後就對雞肉呈現一個供奉的心情 沒錯 完全不懂他到底去幹嘛的 然後他的雞肉怎麼吃呢 就是要把它打成汁 超噁的 水煮雞胸打成汁 我覺得直接吃已經夠沒有味道 他還打成汁然後喝下去 然後現場的人都覺得噁心 然後不行 然後何人在他的餐廳還有事做過 對然後員工都覺得說太噁了 太可怕了 尤薩克上太可怕了 然後尤薩克先生呢 他有一段我真的覺得非常的經典 就是小袋 就是我們年紀最小的小朋友 在跟他講這個花費的時候 就是說 我知道你有這個這個需求啊 可是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這個團體生活 我覺得你也不能開特例 也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那時候心想說 如果我是尤薩克 我一定覺得說 幹我 練了十幾年的健身 然後吃了這些雞胸肉 然後我要來跟你們這些小朋友 胡搞瞎搞 還要破壞我這個紀律 還要被你說叫 媽我不拍了 而且我心想說 欸你知道我在同志圈是什麼地位嗎 對啊 我在日本公共圈是什麼地位 你搞清楚了沒有 可是他真的是個很謙遜的人 他基本上被罵他也不會多說什麼 我上次碰面的時候 就是我們在聊天 他也沒多說什麼壞 就是默默地吃他的火鍋 然後特別只拿雞胸肉 而且他很多的畫面 都是一直在吃 一直在吃 或是健身 對 非常好笑 然後他們很怕 尤薩克的畫面太不夠 所以節目組會 幫他精簡他運動的畫面 對對對 但是其實他沒有跟任何人在社交 我跟你講 我們不是說會有那個評審團嗎 就是旁邊看藝人 人家說 怎麼會有這個畫面 這個有合理嗎 怎麼只有他有 他有運動的畫面 因為他很害怕 他太沒有融入大家 因為當大家在玩撲克牌的時候呢 尤薩克先生在健身 他甚至自己說 我都沒有參與你們的遊戲 我會不會看起來很不合群 我想說 會 他太不合群到 節目主要是要幫他單獨剪畫面 才不會讓他看起來太沒有內容 但因為他也比較晚到 艾倫先生第三集 就已經一堆畫面了 好啦沒關係 我們看看 但我覺得尤薩克先生之後 應該也會是一條蠻特別的感情線 因為他就是闖蕩同志圈 非常久 然後大家也知道他 然後他的那種社交感非常重 然後已經很久沒有談戀愛了 可是他內心應該是有相對的渴求 跟自己期待的戀愛的樣貌 然後人生又已經來到了 36歲 他年紀最長的那一個 對對對 其實尤薩克先生來台灣的時候 我們有聊天嗎 他就說他其實喜歡的男生是身高比他高的 而他已經181公分 181公分 他要找的是去人類 嗯 他要找的是那個什麼 姚餅咧 而且他的那種生活型態 或是他的審美 一定又要再比他壯 或是跟他差不多 對 所以要 他有特別說我需要跟我一樣壯的人 所以就要比他高 又要至少跟他一樣壯 誰 誰 酥酥嗎 酥酥沒有比他壯 酥酥也沒有比他壯 因為他真的是腹肌很明顯耶 他真的非常壯 他只能找大H 就超壯 188公分的那個大H 只有他了耶 他其實很難找耶 而且其實說真的你看他社交感雖然很重 但其實他本人不怎麼說謊 他反而是內向內斂的人 他現在功能只有念遊戲題目 接下來請你選擇自己約會的對象 他就是負責念這個關卡的名稱 而且還是卡詞 酥酥酥好沒有用 很可愛耶 你不要這麼講人家沒有用 你才沒有用 還有一個也是很容易消失的叫何仁 他其實當然是一開始那個片語 然後料理讓大家很印象深刻的 可是這節目有個通病 就是他們好容易消失喔 的確耶 因為大家拍的時間是30天 對 那不像是我們當初拍的時候 可能就是頂多一個禮拜這樣子 對 一個禮拜以內 所以很容易請假 可是因為他們是一個月 所以就會碰到說 他們有些人必須要回去工作 或是某一些公司的事情要處理 或是家庭的狀況的時候 就會中理 而且何仁是開車廳 他是店長 他是老闆 他老闆 他有點難請假 因為他的店應該是剛開 因為他非常年輕嘛 27 28歲 對 那他的店又是從下午一路開到晚上的那一種 所以他基本上他很常不在節目裡面 我甚至不知道為什麼要選他進來 對啊 這就是選角問題啊 你為什麼要選一個就是 會一直消失的人 因為我覺得他就沒有戀愛感了 就會覺得說他跟其他人沒有累積 然後你還要硬要他選對象 對 你是不是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參與選擇的過程 因為有時候晚上是不在 對啊 你看像其他人去做那種值班咖啡車的選擇的時候 就覺得說他應該至少有某一些情愫 很合理 像我覺得何仁他當執政的時候 他去選亮泰我覺得他根本就只是硬選 他只是覺得亮泰是咖啡師可能會負責泡咖啡而已 對啊 然後這邊就覺得好像友好 然後聊一下天幹嘛的 我就覺得那個地方很過水 他其實就是我覺得他只是想要表達他的出櫃線而已 因為他家裡是務農的 然後他住在星系 他有長子 所以他們家都有一種傳宗接代的想法 因為在日本他們還是有務農的人 或是務牛的人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你如果是長子的話 你應該留在家裡面經營農場 但他因為他是同志 他就覺得說我必須要承受很多的家裡的壓力 所以我想要繼承你們的意志 但我不想要在家裡面被束縛著 所以他選擇去開餐廳 然後用他們家的東西 他那一段很感人 他說我希望可以開餐廳 然後用爸爸媽媽種出來的好東西 對 感人到不行 可是我覺得他就是為了這條線而已 就我覺得他們選他進來 因為他們應該是想要選一個 有一種被家裡束縛的人 然後剛好又是務農這種很強烈的意向 因為其實像日本有寫漫畫在講這樣務農啊 務牛啊 都是非常血清關係的人 所以他可能覺得說這個東西是很適合 放在日本的BL線裡面的 除非後面的級數他回來了 他不要工作那麼多 好了下一個 再來就是我們最後兩個了 亮太跟我們的彥晴 就我們的台灣人 他們真的是 先講彥晴 對他一開始也是很怕就是沒有被選中啊 或是 其實很像是我們剛進去一個秀裡面 你可能不知道到底誰對你友好 誰對你們友好 有點像是小露亂狀的那種感覺 當然後來他開始發現 第一次他在職日生的時候被亮太選中了 然後亮太就說我從一開始的時候就想要跟你工作 就想要跟你聊天等等的 釋放一些這些友好的訊息 所以讓那個彥晴以為他喜歡他 對然後他們兩個就開始迅速的黏在一起 對彥晴就會幫亮太化妝啊 他還說你的眼睫毛很好看耶 你的眼睫毛很好看耶 你的皮膚也很好啊 你的皮膚也很好啊 所以只要做一點點的遮瑕就好了 反正就是 麗彥晴就是簡單講就是工具人 因為他甚至還幫小袋剪頭髮 他很像是你跟Lance的結合體 在約會把人海的公用就是兩個 就是幫大家化妝跟剪頭髮 然後就結束了 什麼感情線都沒有 而且他們每一個人在結束咖啡車的那個 已經以後要寫那個日記嘛 然後寫日記的時候他就說 這個日記是不是就可以去比對一下 他們第一天收到的信的那個筆跡 他就說這個是亮太寫給我的吧 那個信 後來結果所有的觀察員都吐槽說 根本就不是吧 這次你就錯了啊 對啊 他到第三集後面講約會的時候 就他們要一人選一個人要約會的時候 就是我們的彥晴選擇亮太 但是亮太卻沒有選擇他 所以最後的結果也是沒有配對成功 他講說 是我會錯意的嗎 對然後我想說 好晚 你到第三集才發現 我跟你講跟當初艾瑞瑞一樣 對 艾瑞瑞當初以為 你有你有 對 你有會喜歡他 結果根本沒有 所以現在彥晴跟艾瑞瑞現在是一樣的 類似 目前工用也是一樣的 類似 因為艾瑞瑞也是有美髮歌的專業 哦對耶 所以 這樣類比會開心嗎 所以美髮在實際秀 就是工具人 啊 我不好說 目前累積三集 但是 的確 弄了很多頭髮 抓了非常多頭髮 在接不到 而你弄了很多的妝 沒錯 好聽 但是後來回到亮太部分 其實亮太在那個相處過程中 一開始就覺得他喜歡艷瑞他喜歡艷瑞 但突然一個轉彎 沒有 我喜歡的是俊 對 我看那個時候超生氣的 最drama的一次場景呢 就是在三個人 也就是亮太 艷瑞跟俊 對 三個人一起玩那個推積木的遊戲 哦 然後就會說 呃 輸的話就要回答問題 是 那那個時候亮太推積木就輸了 是 俊就問他說 那你現在有喜歡的人嗎 是 他就說 有 但我不好意思說這樣子 然後他也在鏡頭前面 就後方鏡頭說 因為他就在現場 我不曉得怎麼跟他說 然後那時候以為是 以為是 以為是 艷情 對 殊不知他講的那個人喜歡的人 在現場其實是俊 然後那時候嚇爛 我想說 到底什麼發生的 然後節目組就開始解釋 因為他喜歡俊那些 就是無厘頭的行為啊 像小朋友啊 有的沒的 我心想說夠了 真的是夠了 夠了 然後 然後 沒有啊 沒有我現在是很生氣 因為他的行為 所以 抨擊到他的長相 但我不是本來就抨擊他的長相 因為你其實喜歡 艷情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艷情是一個 很pure的人 真的 我能從他的過程當中 感覺到他是一個 帶人非常真誠的人 他有點小心 然後 他可能也期待一個很 很好的情感關係 他相較於河仁 我覺得他才是真正那個 不在乎外貌的狀況 因為河仁在酒吧的時候 他還是一直講說 啊 尤沙克先生身材好讚 啊 大家身材很好 我壓力會很大 可是會講這種事情的人 才是真的對於身材有琢磨的人 但是艷情是完全不care 所以他第一集到第三集 他從來沒有講過外貌跟身材這件事情 他唯一講過身材就是說 我第一次看到這麼大的兄弟耶 就講這樣是很客觀的描述 可是會一直講說 我不在意身材的人 是真的不在意身材嗎 好像也還好 他只是想要告訴自己 或是未來想要變成 我不在意身材 可是一直講這種事情的人 就代表他在身材這個議題 想了很久啊 對我覺得是有的 就像是你不會一直說 我根本不會care我的男朋友 會不會煮飯 或是會不會care我的男朋友 會不會攝影 你一直這樣子強調 就代表說 你在這件事情上面 其實是有想過很多的 Yes 但如果你真的不care 你的擇偶標準 或是說你在描述人的時候 你根本就不會講說 我希望我的另外一半要煮飯 或是不會煮飯也沒關係 那彥晴是根本沒有提到身材 或外貌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才是真的不在意的人 而且他爸爸爺爺那段還哭了 你有看到嗎 嗯 就他的爸爸跟爺爺都相繼離開 對 他那時候講述他爸爸說 那句話我覺得超感動的 嗯 他說我很佩服你 嗯 然後他就哭了嘛 因為彥晴呢 他跟家裡出櫃的狀況也是一直曖昧不明 對 所以他很早就出來自己工作 可能就以美妝跟頭髮為主吧 之類的 然後大家想想看 就他可能日本台灣都有跑這樣子 所以就四處工作找機會 還有上節目啊 還有開了自己的店等等的 那後來他爸爸病危的時候吧 對 那就是去 去照顧他的時候 對就剛剛講說其實我覺得我很佩服你 都把自己獨立的養大 然後他就大崩潰 他就覺得有點來不及孝順 爸爸就走了 或者是有一種被肯定的感覺吧 因為我覺得 大家中期一生都希望被自己重視的人肯定 那當然重視的人有家人有親人有朋友 的確 甚至可能是另一半嘛 嗯 那他只是他終於聽到他早就該聽到的爸爸的稱讚 我覺得多多少少都會讓他心就是軟了下來 然後就是感受到那個被愛的感覺 嗯 所以我覺得那段其實是蠻感動的 我覺得會不會節目組選他就是要寫的 也有可能 就是 這七個人當中 會最讓我希望他得到幸福的反而是宴情 喔我懂你在說什麼 對因為其他人我覺得 他會靠自己的方式得到幸福 或是他們可能現在根本不是真的想要談戀愛 比如說像泰憲跟何仁 你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他們現在是想要拼工作 對 那Yusaka-san就是沒有也沒關係 對 那小代跟俊就是一個很drama的 他們還想 嚴親情侶 對對對 四處放線或是四處衝撞跟大哭大笑 但我覺得艷琴已經來到三十幾歲 然後又經歷過這麼多的事情 那你可以感受到她 她的那一種圓潤跟溫和 是被磨出來的 她是被磨出來的 我喜歡這句話 她真的是 就是她這些配合都是因為她已經不再有人遊角了 她希望趕快的找到一個她自己也喜歡 而也喜歡她的人 對 她是在找尋那個可以跟她拼湊的那個拼圖 而她把自己拼成了一個圓形 聊到這裡我真的是又要再 夾亮泰三句 罵渣男 是醜渣喔 還是醜渣喔 沒有啦醜渣只是只是氣化 反而不是真的要罵亮泰 就是心疼我們的艷琴 但其實亮泰本人也是一個 我覺得當她選擇俊之後她也都沒有漂移過 當然我覺得也可是節目組剪輯的手法 想要剪成亮泰真的很關注俊 所以看到很多亮泰跟俊的溝通畫面 聊天畫面甚至玩耍畫面 那當然這樣就會讓我們覺得說 其實亮泰選擇俊也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我覺得多多少少都會讓我覺得說 艷琴之前的那些故事被捨棄的感覺 然後亮泰其實我覺得有些可惜的地方是 因為她一直殘忍地在接受俊喜歡小戴這個事實 所以多多少少看的時候也覺得說亮泰其實也蠻可憐的 我跟你講亮泰就是誰 亮泰就是男生男生配的波波 就是一直看著Gino很愛冠魚 那但是我又能如何 但是偶爾的相處又會覺得開心到不行 但是其實這兩個都不怎麼值得選 我是說那個啦 小戴跟俊 我想說 你幹嘛突然這麼苛刻的男生男生配的人 我是說小戴跟俊 的確 而且亮泰第一次知道俊喜歡小戴的時候 他還說 我很開心 然後我寫了說 因為他得知到他不是喜歡自己耶 然後第二次的時候 就是俊講了那麼多小戴的不是之後 他還是翻了小戴的牌 你看他的表情 他眼眶是有淚的耶 我覺得其實亮泰也是蠻可憐的啦 整體的感受性 所以目前 沒有我不覺得他可憐 我不能被你帶跑 他沒有可憐 我要欣填我們家艷琴 所以整體來講 目前就是只有一對 正在發展中 對 其他的都還在且戰且走 更根據來講就是其他都還算花瓶 就很像是 菜鮮是花瓶 然後Yusaka也是花瓶 然後肌肉花瓶 Ellen也是花瓶 就三個肌肉花瓶已經擺在那了 何人是 負面大 他會莫名其妙消失 然後莫名其妙拿一條魚出來 但整體來講 老實說 還是有很多bug 例如說 為什麼那個某何人可以帶食物進來 為什麼他們賺的錢 都沒有回饋到他們的餐費上 對啊自己賺的錢 然後變成生活費應該也可以吧 結果他們都沒有用到 然後Yusaka想到現在都還沒有去營業 那應該就是比較後面 所以整體來講他們有蠻多的bug 然後有很多線都還圍繞在小黛身上 例如小黛出去的時候 小黛有天突然不在 節目組就跟著去拍他的生日聚會 可是何人出去的時候沒有畫面 然後太憲出去 太憲也有不見過 太憲也沒有畫面 等於很多人出去都是沒有畫面的 只有小黛有畫面 而且小黛的那個出去過生日party的畫面 也太C了吧 就那幾個金髮拉麵跟他說 阿你現在有沒有喜歡誰 他說有啊 就是又長得很衰 大家都喜歡他 然後那個金髮拉麵就 嘿 真的假的 衝啊 你一定會喜歡他的啊 怎麼他一定會喜歡你的啊 你一定追得到啊 我覺得那個金髮拉麵真的是 超像靈眼 每個反應都做到200分 金髮拉麵真的去死 哈哈哈 而且誰生日聚會會那樣子做 還做的一副就是要給鏡頭拍的樣子 所以目前整體來講就是 say感算重 有一些畫面的捕捉 比較say 我相信成員之間主線的活動 那個是沒say的 那個是沒say的 可是有一些重錄的畫面 就是為了畫面好看 去補拍的畫面有一些 就看得出來有一些設計過 我覺得為了畫面好看去重拍或是重設計 我覺得那個到其次 我覺得真的會讓我覺得有點困擾的是 就是有一些成員不在 是沒有交代清楚的 我覺得不在真的是比較可惜 我也希望說 因為不在太多 你真的會覺得說他們 他們沒有累積到感情啊 然後後面要做選擇 我都覺得那個不是真心的 我覺得不在可以不在一次 你懂我意思嗎 就你一個月如果你不在一次 你不能一直常常不在 你不能早上又跟大家很開心 然後下午覺得說 欸是不是跟誰進一步的時候 結果不在 對我覺得這樣很可惜 那我覺得你要幹嘛 就如果你要不在的話 你應該是假設 像之前他們在選角色的時候 如果說他們有些額外的工作 他們就應該他們可以不在 可是他們要回來 他們必須要回來 你懂我意思嗎 他們必須常常有一個大家回來的過程 我覺得其他人消失 我覺得都難接到 我覺得何人真的不在太多次了 對 他是我唯一不能接受 還是因為他真的太可愛了 因為他們的概念很像雙城公寓 就是大家一起住 然後大家還是各自會有各自的生活 可是會一起完成一些事情 它是男同志版的雙城公寓 但整體來講就是這樣子啦 OK啦 看完後你自己覺得 你會想要推薦大家去看嗎 我覺得可以 算是蠻好看的 對 畫面算好的 比較起來的話 我覺得這些選擇 他們的選角 會讓人感覺出來 他們真的有想要幫他們彼此去配對 我得說就是節目組真的有待加強 可是他們真的是剛好配的這一兩條線 是很值得大家繼續看下去 我也希望大家看下去是 因為某幾個人的感情線很值得看下去 可是對於節目組的剪輯 或是整個操作 我覺得是有待加強的 我覺得節目組的選角有些問題 但是節目組最後選出來的外表 會讓人有戀愛感的投射 就是你在做一個觀察員在看的時候 就是成功在成員 就是夏日咖啡男友這部劇 我現在能夠推薦的原因 是因為成員之間的火花 對 並不是因為節目本身的剪輯 或者企劃 當然還是期待說 夏日咖啡男友在後面幾集 在給我們一些精彩的地方 沒錯 因為其實日本真的很擅長去 刻畫這些衝突的部分 也算擅長選角啦 就如果你將劇選進來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你會開始好奇他到底在想什麼 這不是一個很厲害的事情嗎 對 他撿到你會好奇說 他到底又要幹嘛 算是也會減啦 拭目以待啦 對 所以推薦給大家 夏日咖啡男友 前三集的review 我們這樣罵一罵也是一個小時 我們還要再加入迪克去日本的過程 那個下一集再聊 還有一些我們最近減肥的心路歷程 我們好多可以聊 是不是這樣子念一念又念了一集 我們也是罵了太多 我們可以三三四耶 下次四五六後 可以耶 然後只有七八九十 這個大review 可以可以 然後就說看完新的如何 還要評鑑一下其他的實境秀這樣子 要要要 對 我們會成為以後像是 帕克一界的Simon 哈哈哈哈哈哈 充滿了drama這樣子 對 好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 還要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請記得到各大部分的頻道 訂閱加版日誌跟我們IG 跟Andy跟Andy的 WSJ0309 我個人是FONG199V7 請大家多多訂閱我們囉 就這樣等下掰掰 掰掰 夾版日誌 帶領件是同志的大小事